嗨,大家好,我是阿仲 这期视频讲个什么呢 就是对于摸小兔子的一个小技巧 首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先摸一下大母兔 先摸一下母兔,然后再把母兔的粪垫多收集一点 或者放尿液收集一点 堆在水里面把手紧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的手上就会有母兔的味道 但是前提是你首先要把自己手上的一些化妆品的味道洗掉 但是你要是不摸,你手上会有一些 比如你工作呀,环境呀,会有其他的味道 这就会导致母兔遗弃幼崽,或者是吃掉幼崽 我的这个方法,百分百有效,绝对有效果 只要你敢这样做,你摸小兔子,母兔绝对不会遗弃 你不要觉得母兔看见了,他看见我摸了,他就会遗弃 不会的,他是只以气味来决定 不会以什么他看见他不看见那种东西来决定 他只以气味来决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手洗了 在那个,不要觉得脏怎么样 你平时给他清扫的时候,你觉得呃不不行 觉得脏不脏 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还有水 我什么时候才会给他们换水,那就是 当水受到污染,比如说他们把自己的粪便呀 或者说是尿液弄到水里面,我才会给他们换水 平时我是不给他们换水的,就算你看现在里面是血 我都不会换 还有一点就是 兔子需要充足的水分 你可以这样想,他一个哺乳动物 而且是一个撒尿的动物 他需不需要喝水 我们平时养兔子说给他一些蔬菜 当然他就会饮水量减少 或者是他不喝水 那是经常吃蔬菜的情况 如果你给他吃干草 或蔬菜量减少 你就必须要给他水喝 就算是,我们家的兔子 一直都是在给水的 我不知道别人家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家的兔子 每天都不断水,水之意就不断了 不管是我给他吃蔬菜 还是我给他吃干草 水一直都在这边 他愿意喝他就喝 他不愿意喝他就不愿意喝 没有说你给他水 他就会咕咕咕咕不停的喝 然后他就会拉肚子 或者怎么样,不会的 他自己也知道他渴不渴 这个他自己都清楚 也不需要我们来讲 特别是你不给他水喝 他又不会讲 你怎么知道他不需要喝水 凤变都是颗粒状 没有说哪里有不好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他,你过于的去金贵他了 就反而导致他容易生变 所以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